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空间站重继的目标 它是中国未来 我们在空间站有一个密闭生态的一个小型的培养箱 那里面是养了斑马鱼 当然那个不是说为了水产养殖做的 它主要是来研究在小型密闭系统当中 这个鱼和这个微生物它们的一些相互作用 包括是这个甚至有一些植物 当中有一些微棗 就是它形成一个小型的一个密闭生态系统 当然我已经联系到一些做骨细胞研究的一些 做骨骼的一些科学家 它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斑马鱼来研究这个骨丢失 这些现象 因为斑马鱼也是一种脊椎动物 更多的是记忆研究的目的来开展的 谢谢大家 感谢您的支持